能夠原諒盧明軒先生 一直以來都不肯引入外國醫生做競爭 好,我們今天講這個自願醫療保險計劃 這個計劃講到最後就是香港政府貼錢 給我們香港人去看私家醫生 但是香港政府又沒有想過 如果我想去外國看醫生呢,那怎麼辦 如果我的病要去外國才有專科醫生看 又或者我的藥在香港不能買 要去外國買,那我怎麼辦 另一方面,香港又打死都不肯引入外國的醫生做競爭 我想大家都記得早幾年香港派六千元 派完之後,我到街上吃個淡仔,都貴了兩元 如果我們不解決個根本供應的問題 我們一味這樣放錢下去,又有什麼用 香港,除了樓價是第一之外 香港的醫療費用其實全球都是排行第二 如果我們繼續,為什麼這件事會發生呢? 就是因為香港政府一直都不肯引入外國醫生去競爭 多的不說 我自己都有三、四個朋友在外國讀醫 讀完之後 他主要說的是在外國、英國、美國的名牌大學 讀完醫科畢業 都不可以直接回來香港執業 他們有香港身分證 是香港三顆星永久居民 如果政府我們首先給了這批人回來香港做醫生 引入外國競爭 到時我們都未必要政府去貼錢給我們看私家醫生 到時我們可能自己都負擔得到,對吧? 除非你跟我說 香港的醫療系統不是為了本地人 除非你跟我說這個醫療保障計劃 是保障本地的醫生,不是保障本地的病人 多謝主席 謝謝